其實最近花東一旦 連續發生近十起的切案 於是乎警方巡銷追查 這名張姓嫌犯 大多都是利用大半夜來犯案 同時鎖定是高單價的煙酒 得手之後就把它變賣成現金 很多店家都受害 甚至一路從吉安鄉沿海線 是開到屏東 足足開了三百多公里 最後回到花蓮市區的時候 他落網了 大半夜穿著深色 上衣的男子鬼鬼祟祟 進到檳榔灘 偷走大量香煙 放進後車廂離去 隨後又出沒在一間 還沒開門的雜貨店 竊取煙酒 花東一旦連續發生近十起切案 警方言判為同一人所為 立刻巡線歹人 根據了解 這名五十八歲的張姓 妾嫌都利用深夜犯案 鎖定高單價的煙酒 得手後變賣換線 花東海線多家商店都受害 他從花蓮吉安鄉沿台十一線 開到鳳林鎮犯案後 又一路偷到台東市區 總共犯下八起切案 再往南開到屏東 最後返回花蓮市區 足足偷了三百多公里 看似偷竊屢屢得逞 殊不知原警已經埋伏現場 最後成功逮捕嫌犯 還清除近千包沒有變賣的香菸 一匹高粱酒以及破壞器材等 損失約二十三萬 偷竊偷變真 各東台灣以為能逃過法網 卻遭救行蹟敗路 記得蔡一傑 徐立行 華蓮採訪報導